大家好 我是糯米啦 大家都有用過LINE的動貼圖吧 這時候就是好好來學習 怎麼樣用簡單的一個方式 來畫自己的動貼圖呢 用的工具其實非常的簡單 其實就是我手邊的這台iPad 加上Procreate啦 那我們這次要來分享的呢 就是如何使用Procreate來畫自己的動貼圖 那我們繼續看下去 好 首先呢 我們先打開一個正方式的畫布 然後再來打草稿 在打完草稿的時候呢 我們可以先簡單的分析一下 待會我們這個動畫會動的地方 有這隻手 這隻手跟按壓的品官 所以呢 我們在這個地方新增一個圖層 然後用紅色的線條來描 再描一次 描什麼呢 描那些暫時不會動的地方 好 那我們把底下的圖 先暫時關閉 這一個部分 它就是不會動到的地方 那我們接下來呢 開啟我們的動畫輔助的功能 打開來 那麼接下來我們新增一個圖層 然後來去畫手的部分 我們可以做一件事情 先把草稿刪除掉 然後呢 留著的地方 點一下 然後打背景的選項 打開 這樣子呢 它就會 留在我們的畫布上面 那麼接下來第二格 第二格 第二格我們用 藍色的 然後再第三格 第三格 我們用紫色的 好 那我們暫時來播放看看 恩 OK 也就是紅色線條的部分 就是不會動的部分 它會保留在背景上面 它不會被更換掉 那其餘的部分 就一個一個動作 一個一個動作 這樣子 好 那我們先把怎麼樣 所有的動作 都先畫好 那你會發現到說 這邊的線條怎麼樣 太亂了 我不知道上一個動作是什麼 我們可以從設定這個地方 把蔥皮指數改成一格 這樣就好 因為我們的動作 比較簡單一點 然後呢 再繼續一筆一筆的畫下去 後來呢 我將其他的線條 除了底色的紅色線條之外呢 都改為黑色 那這邊的話 底圖的上一個的動畫的線條呢 還是比較深 這時候我們把它 蔥皮指不透明度 調低一點 讓我們看得到就好了 那接下來呢 一樣再添加一個一個 然後繼續一個一個畫下去 那這邊我們要讓 這一個按鈕 彈回去原本的位置呢 我把其他的關掉 只留下第一個按鈕的位置 大概記好第一個按鈕的位置之後呢 我們這一個鈕再關掉 因為下一個鈕呢 我們就要彈回去 原本的位置啦 好這樣子呢 確保 它在不被按的同時 它是回歸到 第一格 的位置 好那我們接下來回到影格6 繼續畫 它彈到一半的時候 這邊手伸泡泡的地方 要拉回來 一點點 那我們來看 稍微看一下 好一樣的 我們這是設定快一點 每格張數調到8 每秒影格數調到8 播放看看 好 那我們這邊 手跟按鈕的部分 看起來很生動 可是呢 不知道 莫名其妙的 有點搞笑 其他的地方看起來 就像很 僵硬的機器人 所以呢 這是我們來做一件事情 把它來那個 讓那個僵硬的機器人 怎樣子呢 動起來 好 我們要來做一件事情 就是 新增一個圖層 然後 瞄這個紅線 大概 3到 4次 來試試看啦 欸 可是我現在又有突然一個想法 能不能讓這3到4次 耳朵稍微會動一點點 尾巴稍微會動一點點呢 好 我們來試試看喔 好 再來是增加銀的 第二格 讓他耳朵會動 好 這樣看起來 是不是順多了呢 那我們接下來要做一個 非常簡單的事情呢 我們先把紅線的 先刪掉 以為沒有用了 我們把123456 這6個動作怎樣 分配在後面這個圖層裡面 怎麼做呢 17跟圖層3群組 只要一旦群組的話呢 他就視為一個影格 好 好 來播放看看 好 好 這樣的話 我們的動畫 現稿 就完成啦 好 這樣的話 好 在所有圖層都上完顏色時候呢 我們來播放看看 看 看完以上介紹的時候 是不是覺得畫動貼圖好像也沒那麼難的呢 那如果有什麼樣問題的話呢 歡迎在底下留言的啦 那如果你喜歡這個影片的話呢 歡迎訂閱按讚跟分享 我是糯米 大家也 拜拜